這次又不是很明顯 我們如果把葉子揉一下 或是地上我們可以撿到 我們可以把它揉一揉 你這個聞到什麼 蟑螂的味道 那我們過去台灣的開花 就是從花張取惱開始的 在1945年前後 台灣的蟑螂產量 曾經占到世界的百分之九十 過去台灣非常重要的強烈 所以我們要牽涉到 過去的台灣的土地開花的時候 都會跟蟑螂 多離不了關係 跟花張取惱 都離不了關係 沒有 蟑螂沒有蟑螂 那這個可能是把蟑螂 跟蟑螂 蟑螂 那這個蟑螂 的夏天 這個蟑螂 這個蟑螂 當初的 我們 政府裡面 大概有六種 這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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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 那個 對 我們 有 那個 小子